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啊 前方有一块小桌板 我所坐的座椅也是真皮座椅 它后方的头枕可以随着乘客的高度任意调节 往上方看是全景天窗 望向窗外 我们可以看到贵阳这座城市的不同景观 这里啊既不是高铁也不是火车 而是贵阳新开东的K53路公交车 K53路公交车选用雨通新能源双层巴士车 车身长10.46米 宽2.55米 高4.17米 配备35座合载81人 车内双层 视野好 还配有氛围灯 能给乘客带来不一样的公交乘车体验 乘客基本上都是喜欢坐我们的第二层 上面主打一个观光 还有一个我们线路的一些优势 然后主要途径的一些站点 就比如我们这个松山南路 然后到双支塔去购物 然后到白宫去打卡 K53路公交车正式开通 从贵旅文体中心启程至松山南路 全称24.2公里 途径南明区云烟区 关山湖区 白云区四个区域 途径站点包括白云公园 花果园双子塔 花果园购物中心 贵州金融城等城市景点 票价是运行期间5元 然后根据市民的出行 我们也建立了微信群 然后不断在里面听取 市民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然后对于这个需求量大的 比如对于一些线路的站点 或线路的走向 以后我们会根据市民的出行 然后进行一些优化 线路刚开通 站点还在不断优化中 目的也是只有一个 为大伙提供便捷快速优质的出行体验 有外地的朋友到贵阳来的话 然后当地的朋友可以邀请你的朋友 乘坐一下K53路 这种高大上的公交车 百姓关注记者报道 距离 Titanic